大家好,こんにちは。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視頻。 我是,我父子就是輕鬆掌握五師音。 這個課的老師請多多關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個視頻是為了日語知學者,還沒有學過,完全沒有學過的朋友們。 為了這樣的朋友們編輯的一個視頻。 跟我一起透過很有趣的、很愉快的方式, 這一次把五師音一定要背起來,好吧? 好,那就我首先,自我介紹一下自己吧。 我叫佳納哲平。 我叫佳納哲平。 我的日語名呢,佳納是叫 可納哲平。 可納哲平。 可納哲平的日語是 羅馬字寫的話就這樣子。 嗯,我是1981年出生。 1981年出生。 嗯,然後2005年的時候來到中國。 所以,已經在這邊的生活,呃,算是大概十年了吧。 對,十年了。 我說非常愛吃中國菜,就已經生活有習慣了。 我最喜歡吃那個什麼呢? 那就是古老肉。 古老肉很甜很好吃了。 就我很愛吃的菜。 然後,我剛剛說的那個1981年出生是吧? 1981年呢,呃,在日本的話是叫那個 趙河。 趙河五六年。 趙河就是修瓦。 修瓦。 這個是就是日本的一個年號。 日本的年號。 大家有沒有了解日本的年號呢? 就看一下。 呃,日本年號。 名字應該大家有聽說過吧? 嗯,應該有學過的。 名字,名字的下一個是。 對,大陣。 大陣。 名字叫妹子。 妹子。 大陣就是台修。 台修。 大陣比較短。 然後呢? 然後就是趙河。 趙河就是修瓦。 修瓦。 不是,就是修瓦的時候。 從那個媽媽的肚子裡面跑出來的。 然後呢? 現在,現在的年號。 大家有聽說過嗎? 噠噠! 是,平成。 現在是平成。 黑色。 黑色。 好,這個是日本的年號的歷史。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一個日本的地圖吧。 日本的地圖。 就是我們島國的地圖。 呃,這個。 這邊應該,大家知道吧。 北海道。 北海道。 北海道很有名,是不是? 北海道的話,很有名的是什麼? 還是風景很漂亮的一個風景,很多樹。 還有美食。 吃海鮮很好吃的。 還有什麼呢? 這邊是東北地區。 對,中國也有東北。 而是日本,日本也有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的話,就是大米。 日本大米很好吃。 因為大米很有名。 所以呢,就是這邊的日本酒。 清酒也是很好喝。 很好喝。 就喜歡喝酒的朋友們,就可以過來東北地區。 跟我一起喝酒。 中部,中部區部。 這邊的話,中部最大的城市是就是明古屋。 明古屋有聽說過吧? 明古屋是在日本的經濟最發達的三個城市之一。 明古屋剩下兩個是哪裡呢? 對,就是東京跟大阪。 東京跟大阪。 東京,東京就是一個大城市。 一個日本的首都。 是不是? 我是東京旁邊的一個叫千葉縣。 千葉縣出生的。 東京裡面也有那個大家最喜歡的周夜園。 動漫,還有那個什麼? 漫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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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喜歡的宅男、宅女們, 都是可以過來周夜園。 好嗎? 還有那個大阪。 大阪也是最大的一個城市吧。 就是京都大阪是很近。 如果就是過來看看,想看看是吧。 日本的寺廟還有那個城市的話, 可以過來這邊。 還有那個寺國。 寺國是很有很大自然的一個地方。 九州的福岡也是很有名。 福岡那邊的話,有很多美女。 還有日本的遊樂圈裡面的, 什麼呢? 歌手還有演員。 很多人都是來自福岡。 日本的大概的弟弟都了解了嗎? 這是什麼? 這是富士香。 好。 好,那下一個。 對,剛剛我說的那個美食。 那個北海道的美食是那個海鮮。 那這個呢? 這個知道嗎? 大阪燒。 大阪燒例如說, お好み焼き。 お好み焼き。 類似中國的一個餅。 一個餅。 但是應該是大阪燒是很厚的。 很厚。 很厚。 這個裡面有那個包菜。 還有什麼豬肉。 還有什麼, 就什麼什麼什麼都有。 就是大阪燒裡面也可以加一個麵。 炒麵也可以加進去。 很好吃。 還有什麼? 壽司。 來了壽司。 壽司大家喜歡吃嗎? 有些人就是不太習慣的吃什麼。 就是生的東西。 但是壽司裡面也有不是生的。 熟的東西也有。 如果有沒有吃過的朋友們的話, 大家試一吃。 嚐一嚐。 很好吃的。 還有什麼? 這個是辣麵。 辣麵。 辣麵應該是中文是拉麵吧。 辣麵的話,東京的話也佔有辣麵。 最有名。 北海道是未曾拉麵。 九州那邊的話, 豚骨。 豚骨拉麵最有名的。 日本各個地方有什麼? 很有名的一個拉麵。 日本的可以說最大的三個美食, 就是大阪燒、壽司還有拉麵。 好,接下來看一下。 出ました。 好,這個是什麼呢? 是柯南。 真正。 永遠。 只有。 幾個。 對一個。 柯南是一個日本的很有名的動漫,對不對? 最近的話,就是通過日本的動漫,喜歡日語。 通過日本動漫,對日語有興趣。 然後就開始學習了。 這樣的朋友們也很多。 柯南是一個經典的動漫,是不是? 還有什麼經典的動漫呢? 噠噠! 噠! 小丸子。 小丸子是馬爾蒋。 馬爾蒋也是很有名。 馬爾蒋也是很有名。 馬爾蒋是呢, 馬爾蒋,我小時候馬爾蒋每週每週, 就是晚上六點, 每週星期天的, 晚上六點的時候, 就會更新的一個動漫。 我小時候很期待,很期待更新馬爾蒋。 我這個很好看。 還有什麼動漫? umhhس doraemon 如果有doraemon在的話你們要什麼什麼道具呢? 我的話還是那個吧? 这个知道吗 这样的东西你们有看过吗 他是一个学生明天有考试 明天有考试 但是他就是功课不是很好的 然后我就明天考试 来不及明天怎么办 那个时候Doraemon给他一个面包 这个面包是叫一个 Anki Pan Anki Pan Anki Pan就是面包的意思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吃了这个面包 那个先面包上面 就是想背下 想自己背起来的一个东西 抄一下 然后呢 吃这个面包 这样的话就很快就背下来 这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就大雄大雄大 就是考试之前吃了这个面包 这是很方便的东西是不是 好吗 经典动漫就解释好了 解释好了 还有一个 这个应该不是经典的 这个是很多城市们女士们的话 应该都知道的 是不是 对啊 那个动漫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会出现名字 还有什么 哦 教员 教员 这个歌很有名是不是 这个动漫也做很最新的 最新的 那还有什么呢 哦 名字也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这晋级的主人 这个很有名 对 晋级的主人 Love Live 还有东京十四个 这个是应该可以说 最新的 最新的一个动漫 对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看一下 我的自己 我的推荐是 还是这个是很推荐 这个很好看 最近 那个真人版的电影出来了 好 那 我稍微解释一下 那个日语的事情 刚刚我解释了 介绍一下 那个日本的文化的事情 日本的日语 日语呢 里面 有三种文字 三种文字 汉字 还有平价名 还有片价名 汉字 平价名 片价名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是相当于中文的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 叫 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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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这个是用汉字来表示 是不是 还有 能 能 相当于中文的 的 的意思 的 所以呢 这个是 我的 我的 这个是叫 平价名 平价名 还有最后呢 这个东西 这个是叫 Guitar Guitar 这是 吉他 吉他的意思 吉他 原来是 英文 是不是 Guitar Guitar 是 我们用 那个 用片价名 来表示 片价名 可以表示 很多外来语的 外来语 就这样 日语里面 有汉字 平价名 还有片价名 有三种文字 好吗 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下一个 好 那日语里面 有三种文字 对不对 那 我们看一下 平价名 日语五十音 平价名 这个 不好意思 没有名 但是就 没关系 就我讲一下 平价名 平价名的表格 好 这边有 阿 伊 呜 呜 是不是 日语的最基础呢 最基础就是 阿 伊 呜 呜 呜 然后 后面 有很多音 这是 阿汉 卡汉 撒汉 他汉 那汉 哈汉 马汉 亚汉 拉汉 哇汉 最后 薄音的 嗯 嗯 嗯嗯嗯嗯 那五十音是 就是怎么怎么发音呢 怎么发音 那 我跟大家 就是 就是透过一个 一个 特殊的方式 就是介绍一下 日语五十音的发音吧 我来唱一下 我来唱一下 一首歌 好吗 唱一首歌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跟我一起 大家跟我一起唱 OK 好 那么我唱 'ai ue o' 的歌 边弹吉他边唱哦 我按照这个顺序来唱 好吗 就是 'ai ue o kaki ku ke ko sa shi su se so da 最后的 很简单的很短的歌 等下我们一起唱吧 好吧 好那首先我来慢慢唱 1 2 1 2 3 'ai ue o kaki ku ke ko sa shi su se so da chitsu te どなりぬねの ha hi ue o ma mi mu me wo ya ue o la di lula 0 1 好不好 顶 那接下来 我快一点这样 快一点这样 大家试一试 试一试 那个听不听懂 好吗 1 2 1 2 1 2 3 好 那就最后一次 大家跟着我一起唱好不好 ok 就歌词的话 就是这个 a y ue o 我的五十音读 但是呢 因为还没有学过 五十音读 对不对 所以呢 看这个罗马字 看这个罗马字 就发一下 大概的音 大概的音就可以了 a y ue o kaki ku ke ko 这样子 ok 就跟着我慢慢 慢慢一起唱 行きますよ 1 2 1 2 3 a y ue o kaki ku ke ko sashi su se so ta chitsu de to na ni nune no ha hi ue o ma mi mu me wo ya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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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ri luna no wa o 嗯 耶 很好 大家很好 好 那个a y ue o的歌 很好听 是不是 那个歌呢 一个日本的组合 叫 是一个叫green 一个green 是那个 一个唱歌组合的名字 他们写的一首歌 a y ue 音乐 a y ue 音乐 就是这样的歌的 所以如果有兴趣就下载一下 就好 那个听听听 好 稍微学习一下 稍微学习一下 就是假名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东西 山 富士山的山 例如说 yama yama 那这个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什么呢 呃 忘业假名 忘业假名 那什么东西呢 呃 很久以前 在日本很久以前 还没有平 还没有平假名 这个东西的时候 日本人呢 当时日本人呢 用汉字来表示 呃 这个yama 这个就是yama 读音就是yama的意思 这个是saku la saku la 就是音话的意思 嗯 因为还没有开发平假名 这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 只能用汉字来表示 日语的音 但是呢 呃 用这样的汉字 写文章 写诗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实在太复杂 太复杂了 有很多汉字 就是有些人看不懂 这个是 到底在写什么 呃 然后呢 日本人发明了一个 平假名 这个东西 嗯 这个是 就是忘业假名 这个是后来 开发的一个平假名 呃 平假名开发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首先是就是汉字吧 汉字 然后呢 汉字的这个 安 安 安的这个 呃 形状是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 啊 这个 也是有点像 一吧 对 平假名的原本 就是汉字 看一下 这样子 所有的平假名 原本就是汉字 汉字的 所以呢 有些东西的话 呃 就是非常非常 啊 这个 这个很好 毛 嗯 我学一下 呃 这个词叫 摩 摩 摩 嗯 就是毛吧 这个变成这个摩 这个平假名 嗯 那 毛 好像 好像这个 毛的话 就头发 头发三根的话太多了 所以就变成两根 那就变成摩 对这样 还是那个汉字跟那个 这个评价名是很像 所以就 我觉得 估计 大家学评价名的时候也 应该 应该不太 不太 不太辛苦 不太吃力 那个 如果就是忘记了啊 这个 这个评价名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 可以想想 呃 这个原本的汉字是什么 嗯 好 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叫 偏价名 偏价名 偏价名也是音诗一样 都是五诗音 啊 一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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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样的 但是呢 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偏价名 用偏价名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是表示外来语 外来语的时候 比方说 呜 呜 这个是 KO 对不对 KO 这个是 呜 这边 HI HI 然后这个是长音 长音 这个是读成 KO HI KO HI 才叫什么东西 KO HI 对 就是咖啡 咖啡 我们叫KO HI 是外来语 所以用偏价名来表示的 嗯 偏价名也是 也是从汉字转过来 从汉字转过来 呜 哪里说 这就是这个 这是 RO 嗯 嗯 这个汉字的 日语的读法也是 RO RO的这个部分就是 变成一个偏价名的 RO 这样子的 嗯 就是没那么难的 那就跟我一起 跟我一起就愉快的学习的话 呜 肯定会 很马上 很快的背下来 好 好 那就呜 今天的课的话 就我 解释了一个 日本的文化情况 还有一个 日语的 最最基础的部分 嗯 大家 呜 了解了吗 好 那我们从第二集开始 呜 就学习 就是评价名的 最基础的部分 AI U E O 还有呢 卡汉的 KAKIKU KEIKO 我很期待 第二集的时候 跟大家见面 GAN BAR IMASHO SAIYO NARA